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陪伏这个压力 他必须把盗管的边上挪一个口子 那个口子要空气进去了 它长下去以后 空气随着也跟着进去 进去了以后 搓管里面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一样 这一样拿起来就行 但是拿起来就行啊 这个圆圈不圆嘛 这圆圈不圆又是个矛盾 所以工匠啊 凑几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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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些无理现象也比较长过去 这完全是无理现象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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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底花花是怎么做的 那么 珍珠底花花起什么作用 起不作作用 完全起不作作用 它那个 由于这个 瓷器啊 它是使用的物质 使用物质啊 供义做装饰的这个面积很小 所以呢 它受到限制 所以华人很拘谨 里面都比较小 但是呢 要给予一种开阔的一个感觉 一个开阔的感觉 所以它就用珍珠啊 珍珠底来填上 各人看着的视觉上感到舒朗 感到舒朗 那么这个还不是最典型的 还有那个 像瓶子上啊 做的那些那些花纹啊 还有一种很舒朗的感觉 所以这个 这珍珠底花花在当时啊 是一种文化 有一定文化品味的生物啊 制造出来的 那么珍珠底花花呢 在池州也有 登峰也有 河南 这个 哦 这个是河北 河南 这个明显的是河北的 山西 山西这个有 河南的登峰也有 走啊 艳阳的日子啊 照着我们呢 很饥饿难忍 又是疲劳 又是疲劳 又饥饿 又渴 又渴 看到了马路 看到那个 大道旁边啊 挂着一个旗子上面写着一个锦 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了呢 这个十块进去 这叫酒家打得一副酒来 要凉快凉快 这个宽衣 那么 这带宽衣 做掉了一酒 那么一个农村的姑娘 这就是农村的酒店呢 一个农村的姑娘 面目红绿的 身材高点 那么胸部又比较滑达 包着一个酒 包着一个煤瓶 煤瓶出来 给你争酒 这个时候你看看 这个 平美 酒美 人也美 对不对 人啊 农村姑娘那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正是那个轻轻犯滑的时候 人也美 所以这个时候 你 壳也没有了 疲劳也没有了 一股心旷神怡的感觉 一下子浑身都凉了 非常舒服 所以啊 这苏东坡啊 他就按赖不住 心中的高兴提别就写 有把每一瓶 比西子 横树 刚柔 总相宜 对不对 你说这个 你说是不是 横树 刚柔 总相宜 苏东坡曾经用这个诗来播诵的西服 如把锡子 如把锡谷比锡子 这个龙庄 大某种香鱼 但是他喝到这个酒的时候 他就寒素刚热种香鱼 一种美不美 所以我们欣赏这个词句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就欣赏 他的艺术深层的 这个美 如果我们收藏到这样的词句 那么我们会带很高的享受 如果你将来要转让给别人 你把这个没拼 一个是真的 一个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他拼 我会说价钱提到好几遍 它是非常的美 这个不是的 这个不是的 这个好像不是的 它是直线线条 这个是简易的 这个就是出此细作 出出的大清土 产生出了文化的光辉 就是十周遥工匠的创产 十周遥工匠的创产 这些人数组的都比较粗语感到 这些人数组都比较粗语感到 这个专业的创产 这也是 就是刚才那个整创产 这是一个降水用的 这个现在农村有时候能买到 有时候我们在农村去逛的时候 市民出现 这个在这个听说 我听说的同学 马东里面讲这个 这个十周地区啊 当地农民呢 现在它就是盗墨 因为它就是去盗墨 盗墨打开啊 很对视 而且这个宏观部门呢 发现盗墨的追查 追查 追查呢 盗墨呢 也要处杀行李 要处犯行李 现在啊 他们都已经啊 熟练的不得了了 他们都熟的不得了了 他们就 早就出去一看 那个出去一看 他就知道 这里有墨 而且他就知道 那个枕头啊 埋在什么地方 他看了个坟头 他知道坟头就 他们叫了个 叫了个坟呢 叫秋子 是不是叫秋子 叫秋子 叫秋子 所以他上去的话 一边呢 走着摇摇晃晃一看 挤出头 把他挖一个窟窿 挖了一个枕头 一拿就拿起来 然后一枪埋着 他走了 哎 坟根本没动 一下就看不见 靠谷工作者 打开了墨 这种没有了 这种没有了 哎哟 现在我告诉你 那些刀魔贼啊 真是这个 厉害都不得了 厉害都不得了 确实 这是这样一样 对 是啊 随便出尊都啊 对 实际上说 要我去到啊 就绝对找不出来 绝对绝对找不出来 他们一下子就挖起来了 三下两下就出来了 你要弄不几台 弄不几台 那么这个 池洲瑶啊 这个 原来呢 这个使用这个大声音 所以 第二个 第五一点呢 跟我刚才讲的 池洲瑶的艺术风格上 池洲瑶的艺术风格上 它是除此细作 体涉了一次的 黄河文明的艺术风采 池洲瑶的艺术风格上 它都是于农民排养起来的工匠 宋代呢 文化教育发达 加上了 黄河文明深厚的传统的体力 他们呢 以物写心 以物写心 表达自己的心意啊 以物写心 不为无障 不为这个东西的粗糙 而发生障碍 这是池洲啊 在艺术风格上 表现出来 以物写心 不为无障 那么 由于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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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陶瓷啊 他们对于陶瓷的制作 包含着很直谱的深情 他们把客观事物的观察 认识 理解 和思想情绪啊 就寄讨在潮池上 而且 他们因采失忆 啊 因采失忆 啊 因采失忆 因为材料啊 因采失忆 失忆 还有呢 他们因气失忆 就是不同的 不同类型的器物 啊 不同的这个制作 啊 不同的制作 因采失忆 因气失忆 啊 因采失忆 因气失忆 那么 在 在这个 实际上啊 这个 精心制作 创造出许多 人以启温 罗坚的作品 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啊 很高的艺术水平 那 你和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培花 成为对比 最少薛敏 啊 最少薛敏 它这个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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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失忆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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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面 这个 这个 他画出一个 是舒展的 啊 有一個牡丹花 蔬菜的牡丹花 但是在蜿蜒徹的不好表達的地方 它有典子凹人 所以因其失意 因彩失意 它們在色彩的應用上非常豐富 第六點 色彩會發了更多特色 这样色彩十分丰富 在北游上面画黑彩 画后来 在京代的也红一彩 还有呢 有漆黑 这个黑量尤其的黑游上面 在黑游上面做出铁锈花 好像铁长的锈一样的铁锈花 那么这些工匠啊 并比豪放 他们与粗壮着实的气息呢 十分和谐 显示出刚与柔 东与静的关系 而且啊 他虽然来自于民间 但是并不熟悉 而且还自于懂特殊的羔羊 那么他们在这个瓷锈上 作画 大家看出来 受到了这个表面的空间的限制 不像在纸上作画 那么这个 那么书长 所以受到空间的限制 所以工匠采取的是小构图 不小福利 小品化的作法 我想 小品他们就是小品化的作法 你看这些都是小品化 小品化的作法 另外这个 小品化的作法啊 比如一朵武丹 一枝空美 几朵咸花 艺术寒菊 一片鲁尾 一语一碎堂 随形构图 画面 西云 平易近人 尤其是那些 鲜花椰草 瓷锁上面 尤其是那种 鲜花椰草 那么 没有很多 特别的资色 没有特别的 表现自己的颜色的漂亮 表现人们 这个颜色的漂亮 这个呢 是艺术啊 鲜花 他画好了以后 上个北六烧尚的时候 再上去鲤肉 再上去鲤肉啊 这次鲤肉是低温油之后做出来的 第一个做出来的 这个 我们在这个 六十年代 或七十年代初啊 把这个东西认识讲的 或者是后挂针 或者是后人讲的针 但是呢 到了我们在持续 表现的时候 只有瑶瑶里面 就是有这种 低温感的装饰 它是白游黑花 花的一五烧彩 然后呢 再在上面 照一成立场 被低温的造出来 这个造出来 使他 多了这个 呃 呃 这个 呃 那尤其是那些咸花草 没有特别的资色 在文化人当中 很少表现 只是在需要 趁头画面的时候 任意的 点摩点摯 最大的心 咸花 也吵啊 都不当回事 不当回事 但是 持续啊 很注意表现的 咸花椰草 因为它来自于工匠 工匠呢 它就生活在农村 农村呢 它看到的都是 满山偏移的 咸花椰草 而不像那些大城市啊 像在苏州那 卓振园啊 像上海御园啊 那种人工标注的 来华文 所以 它看到的都是这些 跟它生活 接近的一些 这些这个 咸花椰草 但是这些 这些咸花椰草 这些小植物啊 顽强的生活 顽强的生存 每年啊 周而复始的出现 人们践踏它 它也不怕 石板压倒它 它也要找 但是呢 它们没有什么 才好的姿势 包括顽强的生存 装点着 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 不需要人们去 加以科富 持续了工匠 看中了它 在瓷器上啊 把它画得生机勃勃 瓷器的表面 发现幅度 比较大的地面 安排主题发文 但是在一起 转节比较小的地方 就是这种咸花椰草 面积小 幅度小 这个 安排善点 小花 二方连续 这些东西做出来 做出来啊 衬托着主题发文 更加旋律 衬托着主题发文 更加旋律 而且是实际上的对比呢 更加强烈 所以在装饰上啊 良好的运温 良好的这个艺术 运温 举重感 而且 实际上啊 文化人类用当中呢 人物话特别多 人物话特别多 都是农村的 那么 这个 呃 据于我老师 这所说以前的 大列博物馆呢 有一幅画 上面画了一个儿 儿童啊 爬到 爬到 那个 抗上写字 爬到抗上写字 那么这个 就是这个 呃 在过后 我去过个故宫 是在它 抗袒 但是 余裕桃 上面 在柳英树下 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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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在山坡 药 一帝有一些年轻小孩、幼童或者女孩、男孩和女孩 爬到地上或者坐到地上读书、写字 就像宋朝文化发展的因素里面讲的 老弱、妇孺、接读、圣仙、读书 所以文化评约 我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地方制 查了一下他们的人才过去出现 大概在宋朝的时候他考虑的状态也是最多 而且后来在京代也是 最后他出了好多展相 出了好多统治集团上层的一些谋士 所以他有很高的文化体育 所以辞职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那种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的人就是出锈之作 而是深刻的文化体育 文化体育 我来研究 我来研究这个辞职的艺术 读了很多书 我也到了地方去了解 后来因为我们一个老研究员 拔式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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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了一个纪念的文集 我们写到了宋代池瑶的分度和它的艺术风格 其中主要的谈池瑶的艺术风格 谈池瑶的民间艺术 为什么艺术很大 池瑶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场合 而是有很高的文化成绩 在池瑶瑶的地方 我也经常去 去听了当地讲 说池瑶瑶的地方 文化比较高 从赵国以来 就是从文人 从教育家 还有呢 从美人 所以河北地区 就是池瑶这个地区的年轻父母 长得最漂亮 这次到池瑶开外 果然名不虚传 那个地方人确实都不错 一个很有风筒 一点都不熟悉 一点都不熟悉 就是这个 波段什一是 从高贵的外兵来 太有大大房 如果你是一个 不弃眼的年轻人来 他也是大大房 也不歧视你 最初是很悲体 尽管 船座上呢 天天船座一部地 也不亚于这个大城市 一般什么 以前呢 我们老早以前去调查一下 那当然 经济调罪关系 所有人都要土 但是呢 应该不敢比它土 应该不敢比它土 这就是那个 紫色的地方 那么 他画的人特别多,有小儿戏爽呀,同时钓鱼呀,种坑鹤呀,赶牙呀,蛆鸟呀,打鞦韆呀,提球呀,抽骆驼呀,放肝腑呀,木耳杂烧的木,小口有下最狠信的,神仙故事,他和文人的字画不一样,那么文人的字画讲究什么?讲究大层面,大层面,讲究现成的细腻,构组的严谨,命迪的缓慢, 人物呢,是忠心,但是呢,别离不多,神话故事,福到故事,不高,清高,不使人家烟火,但是持热耀的工匠笔下的人物,他就和他不一样了,他呀,在小的气味的表面画画,他说人物离不开,三层相紧,取景不大,都是去劳作的东西, 农民,或者城中的幼童,迷史故事,神仙故事,都是和民间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都是人们喜欢罗天的,他没有高养的气质,但是呢,他绝不独气,绝不是象牙之爬,管起人那些,不使人间烟火的那些, 这个乌方自散的一些文人,来往下,那这是你看,他画的这个,三层,三层野井,当中的华武,而且画得很简单,画得很简单,周围呢,一些斜花野草相称,那么几人呢,显得别人的开阔, 而且呢,也跟文人一样的,诗,画,提画诗,也出现在上面,提画诗也出现在上面,那么动物画呢,它重新表现动物的人性化,和人亲近,和人亲近,它真是体现了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人,把剩余的感情给动物,动物呢,把全部的感情呢,回报人,所以人,跟动物之间的感情,非常和谐,非常和谐,非常亲近,所以它有一种亲近感,它画的动物,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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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呃,这是一个老虎吧,它画的老虎,所以,它比一下,这些凶猛的动物,都人性化了,你看,比如说,有一个枕头,我这里有一个坐上去, 它有一个枕头上面画的一个熊,它的大狗熊,它有那个大狗熊,你知道,多个人知道它是大狗熊,那大狗熊,它是进攻性的,它对人,它有进攻性,特别是说,马尼亚到底下,熊下次贴你,啊呀,你这个脸就一塌糊涂,它这个,这个,但是,池月上面的熊啊,哎,很可爱,它就是说,憨太可爱,而且不伤人,人很容易给它接近,那么它在做它的滑稽动作,所以看,这个人跟动物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红鞋的感情, 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其中保护动物嘛,但是我们在池月的那个池气上面,早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这就是这个,这个并不是像那么西方世界传过我们的,我们老土人早就有了,早就有了,只不过呢,结果文化大阵的这个,这个破坏啊,这个人性呢,比垂残了,所以呢,人都变得很残酷了,甚至比动物更残酷, 所以见了中午就打,到中午看中午就会比较人东西,实际上人有那个人的比起还不如动物 还不如动物,它给动物的这个,那个留带啊,很残酷,有点几乎动物的胆,还有北京动物园啊,不知道你知道吗? 北京动物园啊,有一个大学生,对那个熊身撒到的把那个墙水,把那个盐酸,去烧它,这种人,它的性格比不上动物,它就比 over动物, 所以它应该让那个熊把它压到地下撇它一下,让它尝尝味道,但是动物还没有报复它,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再往下讲,动物化。 那么他们呢,动物化充分表现了人性,第七点的器物,它这个,持这样的东西啊,它是把那个器物,就是持继续的这个国家器物,跟那个山水绘画,跟那个诗文,跟那个其他的绘画,会员一体,写字浊花,写字浊花,在中间社会啊,对人们的语言, 是像亚之堂,是高雅的,是封闭的,但是持续的工程呢,超过了这个体现,让你在实际上的做法,放开手去,大肆别画画,大肆别着色。 当然,他们的诗啊,与这个文人的诗,与那个士大夫知识文章的诗,相比呢,有这个精出之分,文业之分,精出之分,文业之分,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开阔,他们有广阔的生活做基础, 当年生活在社会的下沉,没有干扰,没有无病生瘾的心理状态,他们坚持不心地留意,眼界开阔,思路敏捷,题材广泛,所以他们表现的是浓郁的民族艺术的精神, 他们,你看,有的是赤字来的,贪官污吏的贪心汉,但是,他们自己呢,也是有极平常的心态,极平常的心态,来国宋这个,大自然,来国宋的社会,而且教大家,对现实生活啊,要以非常平常的心态来看,这对我们呢,陶冶秦超,此之外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其实,他有一个词程上,他说,左南右南,随即的贪心汉,就是说,你们呢,这个,你看,文件,他说,这个,左南右南,王法公民干, 沿波地利,步入玄,到头来,无鱼无患,极力堆经,无边无暗,甚来是后归晚,随旧的贪心汉,随旧的贪心汉, 就是你贪心了,他一方面,吃得那些贪对无厌的这个知徒,另一方面呢,他们呢, 你非常平常的心呢,来看待事件,那么,此之外啊,那个瓶子上啊,就这么一首诗,我大概也讲, 有个人念过去,就背过,不知道是这个办法有办法,现在不妨再重复一下, 不过这种几句啊,他说,你看,神机出教,婚丫真兆,哪一个不在红尘里闹, 三条条睡飘点,今日少年一日老,江山依旧好,人不见了,你真什么真, 你不要真,江山依旧好,人不见了,所以呢,不要真,不要为名利纠合, 而影响,现在很多人啊,就一点点小事,你应该杀身之过,你应该社会不安, 所以我们修的知识的话,我们心里就要挺进得多, 连我们以前,我以前,我老是奋奋无凭, 那奋奋无凭,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其实啊,本地下这个没什么,那个, 平衡救援的时候,我伟账了一遍, 然后那一回,后来,戴了几次帽子戴下来,那个名利是我的, 那领导帮我卡住,你卡卡我十年,你还卡我十年了, 其实后来我也当场,没事,当场还是比较早, 比我那一同学,一般的同学,我还是早拿算的, 另外,你就说,现在房子小点, 现在房子小点,你看现在的原券就是一百三,一百四十平方米, 我才一百零一平方米,我少了好多啊, 现在还不普,但是你还想想,那个时候我是最早拿算的, 我说管长都没拿,管长都没拿,把那个高资高干的给我了, 那也可以了吧,现在少点少点嘛, 你看孩子都分开走了,两个人做得大概什么, 两个人在那里打鬼啊,无所谓, 无所谓,这个这个, 另外钱拿着挣得完了,拿着挣得完了, 因为讲康费,有的跟多人, 你要想你讲康还有个社会公益啊, 还有个社会公益在里头啊, 所以不要去轻轻计较那些, 轻轻计较人啊, 心情不开阔,必然老得找, 心情不开阔一点啊, 老不定像我,搞血压,搞血纸,糖尿病, 但是呢,我还可以的, 你看我们讲康讲一天没事了, 这时候心理比较开阔,我不打击的事情, 管他了,管他了, 这个孩子我总跟我二手, 我说你相信,孩子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他的读书,他的就业, 他的这个,谈恋爱,谈婚嫩下, 我说孩子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因为在孩子面前讲的就是啊, 你要相信一点, 妈妈恋爱总是无限的, 你们就是,你们可你经常见一句话就行啊, 妈妈总是正确的, 那行啊,家里面会什么事, 那你没什么事, 有一种文老人气急了, 哎哟,还动死我, 我动了,你怎么办, 在你暴力, 在你暴力, 你在你暴力怎么样啊, 我开门走了, 开门走了, 我在后海去走一走回来, 再装一个协议, 我就别打, 你别那个, 协议人们两月半就拿, 给你拿三百五十万钱回来, 怎么办也, 你还怎么办也, 所以还哭错,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讲课费也不低, 稿费也不低, 怎么办, 看东西也挣钱, 学搞也挣钱, 讲课也挣钱, 你还怎么办呢, 你这不是错, 我告诉你, 他来我说警告你, 警告你, 表现好一点, 给大家下回子再去, 感觉不好, 下回子不去你, 这个, 这样就毛奋一下就解决了, 那现在这个就是, 就是看这个, 就联律这个时期, 陶冶情操啊, 性格排阔啊, 没问题的毛阵, 没问题的毛阵, 持住要和我们体会啊, 真实比较多, 真实比较多, 所以这个, 非常的, 非常的勇美, 那么这个, 这个第七一点呢, 持住要艺术跟我们一个通晓明辈的道理, 工匠啊, 这个陶瓷工艺已经与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艺术, 绘画艺术相结合了, 中华民族文化的气氛就特别的突出, 持住要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 持住要啊, 发源于黄土高原, 这里曾经是中华民族, 特别是汉民族文化的, 发源地, 一向都是中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 唐朝, 安死之外以后啊, 连年不断的战争, 分居国际的战争, 少数民族如今的战争, 天灾人祸, 给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 代表了城中的打击, 在宋朝, 特别是宋朝, 饱受辽, 膝下和金战争的痛苦, 经济凋敝, 文化教育得不到发展, 浑荒灿烂的汉堂文化, 让人留恋, 让人整分, 影响深远, 衰弱以后, 这个地方衰弱以后, 使人倍感凄凉, 持住要啊, 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里面, 锐利起来, 他比其他持要啊, 诸博大精深, 磁气里粗壮的造型, 合适绘画或书场, 或书法文字书写的汉畅流利, 情绪高亢, 冲冲心发出了一切深切的悲壮, 尽管生成环境的恶乐, 但是, 中国人的传统本色, 无数老百姓宁愿生意诗, 死于诗, 而不肯做意图统治下的奴地, 也不肯随南下移动的潮流而拙地而居, 工匠们, 在这块黄柱地上创作, 潜心钻烟, 默默地, 永不停息地生产, 在艺术上, 除了高亢或悲伤之外, 它也有一种与世的负重感, 不用犹豫地承担, 它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在线或索引, 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 正是我们优秀的, 颜黄之身, 独求的精神, 我们相信, 在黄柱地带, 将来会发挥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正是词杜奥体现的精神所在, 所以也是我对词杜奥的认识, 那么现在, 要讲大家最愿意提前词杜奥来辩位, 怎么辩位, 词杜奥变位, 词杜奥变位, 词杜奥七个方面, 从七个方面来辩位, 词杜奥七个方面辩, 我们再往下课, 辩位,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注意, 在工艺技巧上的, 这个甲骨董, 它与整体完全不同, 它整体呢, 一个是甲骨董, 一个达不到整体的水平, 多数小厨房生产的东西, 粗糙生硬, 一部分厨房生产的东西, 有过于现代化, 超过现代的水平, 就像我们现在, 在那个, 很真正, 很真正看到了很多的作法, 在那里生产, 有利益看它就现代了, 它过于现代化, 所以, 它整体, 总之啊, 工艺技巧上, 与时代的差异, 是我们定念啊, 就看不到宋代, 经代, 元代, 真正的持着要的风格, 持着要的风格, 持着要的作品, 所以, 造型上往往不准确, 但圣形的场短, 浮现的肥瘦, 还有你附件的柄啊, 铃啊, 耳啊, 这些案板, 总是不合理, 总是不合理, 所以, 我们现在到那个, 盆城啊, 那些地方去, 去看看, 看看那持着要的东西, 一眼看着不协调, 一眼看着很深处, 不是持着要的东西, 它的油太明亮, 它的这个, 线条啊, 有的拖得非常的长, 有的有过于肥了, 它的种子啊, 不协调, 意思说, 不是一个非常协调的这个, 艺术的, 艺术的专题, 那么没有古人创作的极限, 所以它创作的东西啊, 往往神是, 往往呢就是, 傲似了神针, 因为它们, 刻画, 那个踢画, 刻画文在线条的时候, 是十字半半的, 还是十字半半的, 不留长, 而且, 那个底色啊, 回蒙蒙的, 回蒙蒙的, 因为那样的像油漆一样, 所以整个, 艺术的整体上不协调, 也整体上不协调, 我们家那个, 池州要送的很多, 在我们家的书架上, 摆了很多, 摆了很多啊, 来来补就啊, 又看看了, 看看就拿着, 看看就拿着, 来来不久, 它又补上了, 来来, 它又补上了, 这倒是有好处, 在写文章的时候, 不发夹古董, 不发夹古董, 但是夹古董呢, 摆在那里面也还可以, 看得挺舒服的, 就是说挺好, 有点的意思, 但是跟真正的池州, 想得十了八千里, 那样的, 你看这个, 这是一个, 当时池州地区一碗, 可以非常简单, 就这么几刀, 这个呢, 是经到原始起来, 经到后起到原始起来, 像这种池州一出现, 最后啊, 超过三十厘米, 超过三十厘米, 池州一出现呢, 绝对是元朝的, 而长篇呢, 这个诗文起来上面, 一定是元朝的东西, 像这样的段子的时代, 文汉的样子, 这个也是, 他们都是原创的, 这个雕, 雕刻画画, 画的不明显, 松散的, 松散的, 对付这个, 一抹就过去了, 就是元朝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 你看这个化妆土, 这个化妆土, 这一丝都往下里, 这个化妆土, 这一丝都往下里, 一样出来的这些, 他这种不惊喜, 不容易怎么想起, 往下, 这是这个方子病, 随意儿方子病, 虽然方子病粗, 非常的粗, 那么跟子病相比, 但是还有一定的精神, 这个还是没说扣切的, 非常会讲, 化妆土, 这是画的一个人, 画的一个人, 这是比较随意的, 比较随意的, 画的非常地豪爽, 这样子病, 这是持着的, 滑鼓瓶, 滑鼓瓶, 但是这个也要比较退入的, 它用白痴做出来, 你用白痴做出来, 你用白油肥花做出来, 你用黑龙文, 有这种皮花做出来, 所以, 这个是持着的地区, 一种地区, 共品, 共品, 加上一种反心的, 这样子病, 这个是精神, 这是我记得精神, 大明要以外的东西, 大明要以外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讲药州药, 我们讲药州药, 那你就把药州药放弃, 这个就是药州药, 这点什么药州药, 我们今天打算跟各位讲药州药, 池州药, 农村药, 剑药, 准备清败池, 吉州药, 德华都不讲了, 德华用大家有讲的语言, 这是我那个文章, 大家可以参考到一些时间来的, 我说有个安排得更好的事, 他们也是初步的办, 这个药州药的中西药厂在陕西, 中西药厂, 在陕西, 洪川, 黄浦镇, 黄浦镇, 这个南方人呢, 就把黄浦镇, 黄浦镇, 叫黄浦镇, 在这个地方, 中西药厂是在这里, 对吧, 再看看他这个特征就是谁, 这个药州药啊, 他是这样, 药州药在中国当初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是什么特征的, 我们原来呢, 这个就是说, 实际生产的中心清磁, 清磁生产的中心呢, 过去呢, 这个姿头都不很小, 对的, 对的, 从唐代的岳瑶开始 一向是在南方 这个从原始清始开始 一直在浙江地区 后来江苏 后来福建 广东这种就生产了清始 我们国家基本上清始这个品种 它是属于长江临江南额土 浮育出来的清始的品种 但是耀州耀 耀州耀出现以后 它就是一个标志 标志了中国清始生产的中心 由南方转向北方 南方的清始逐渐就见得就没落了 逐渐就在让位了 就变成了民间的处置大丸 一出水平下降 一出水平就在下降 那么只有几个岳 还有一个水平 就是岳岳在宋朝还在继续生产 但是呢 其拔展的势头 已经远远都在唐朝了 在社会影响方面 岳岳逐渐逐渐在推出了水平 逐渐的推出了水平 这个最新的发现 最新的那个考古发现呢 它是在南宋海生产的一个世界 所以回光板照 生产的水平还是不错 那么 那么就摔退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 但是北方要 这个耀州要开始 耀州要这个 这个摇场啊 规模非常的大 所以十里摇场 十里摇场 中年灯火相望 规模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摇场呢 它这个生产的时间比较少 它是唐朝的中期 唐朝的中期开始 唐朝的中期开始 它生产什么 生产白尺 黑尺 柴某柳尺 柴柴 就像那个 秦朝的 乾隆云的那个 茶叶末 茶叶末这个瓷器 在中国最早的生产的地方 就是这个 药物 就是药物药 所以唐代 茶叶末的瓷器 好多都是药物药物药物 还有呢 就是 生产的青瓷 生产的青瓷 还有是白尺 另外就是 藤山产 所以那个时候 它的工艺啊 还没有一个 专门的 特殊的自己的通格 它就是学人药 它白尺 修行药 修孔线药 三财也是修孔线药 另外青瓷呢 修月药 这个我们南宋伟大的 诗人如有啊 就写的老薛笔记里面 就收到药州药 它生产的青瓷 是黄月药 从小海鸥 所以小海鸥 就说这个 但是呢 就说它太粗 太粗 就是这个一般的 饮茶的 品茶的 这些这个 人家的 不用 不用 但是到了这个 五代以后啊 就发生了 比较大的变化 五代呢 这个全部 战乱加剧了 战乱加剧了 特别是这个 长安地区啊 战乱加剧了 长安地区 大家知道是 珠瘟 这个 一把大火啊 到长安换了灰镜 所以长安地区啊 这个人呢 走到长安大街上 看不到人 只看到瓦力 人的尸体 然后呢 看到啊 狐狸狗 野狗啊 吃人的尸体啊 吃得也就红了 所以就不干净了 所以呢 后来 到了这个 郭威啊 建立这个 后中的时候啊 找要找地方 做独乘的找到 结果跑到大梁城 大梁城就签了开放 签了开放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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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川 要追到这个地方 铜川这个地方 三清水秀 处持土 它是 唐太宗或唐玄宗的一个 离宫 叫玉化宫 在玉化宫这个地方 那么 它这个地方 生产 它这个条件比较好 但是这个地方 交通非常不方便 它虽然是个经济地区啊 其他时候 是独乘很近于地区 但是呢 它 没有遭到太多的战乱 而且呢 这个北方有一个战乱的工匠啊 这个有地方南方跑了 有名呢 就到他那儿来了 所以呢 他汇集了 当时这个 这个北方地区 一些支持工匠 在这里 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呢 这个耀周瑶啊 他发展今天 一个漫程的过程 漫程的过程呢 他开始生产的东西啊 当然都不是怀疑 都不是怀疑 而且一些文艳的学识啊 看不起 看不起 不用它 所以生产不用的 比较小 都零零碎起的小作法 到宋唐以后啊 他是这个发展呢 发展起来比较重要啊 有个突出的特点 这个特点啊 他第一个呢 就是开土了当地的赤土 开土了当地的赤土 他的赤土啊 不在这个同川 在 在耀县 这耀县 属于这个 属于那个 属于这个 属于耀州嘛 同川的赤 宋代属于耀州吧 所以耀州呢 它是在耀州 塔坡的一项 耀州的那个 耀省的塔坡 塔坡一项 发现了这个充满的赤土 充满的赤土 而且呢 它原来啊 烧就是它是用柴火烧的 它是用柴火烧的 唐代它是用柴烧 我们在耀州要去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了 它这个断层 断层呢 一层层堆几起来的断层 凡是唐代的地层里面 耀州要都是用尾烧 就是烧的尾 留下来是本炸 反正在宋代地层里面 它是用柴火烧 不是不是说反 说反过去 唐代的地层里面 都是用柴火烧 因为这个地方 比较缺少 神明 有柴火烧 在宋代的地层里面 全是煤炸 全是煤炸 屋没烧 但当地呢 就出煤 当地都出煤 这个北方地区 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 凡是 这个 出煤的地方 都出煤干石 凡是出煤干石的地方 都出磁土 煤干石呢 本身可以配用 是配用的好原料 再生高硬土 堆积的地质层呢 是致磁的原料 而这个煤呢 它是烧煤的原料 其他就是需要一条件 就是一个小河 就是要河流 要水磁 因为这个执剂 没有人家利用水 而且要运输 那么到了宋代的药州 的时候 他过去用柴烧 烧的白色黄黄的 烧的茶叶摩油池 人们也看不上 它的黑油池 也不怎么样 它的黑油池 它比不上 行销的黑油 但是到宋代以后 他就改了 他用当地的煤 来烧 用当地的人来烧 但是当地的煤 开起来非常容易 当地的煤是很刺的煤 很刺的煤 是一种鱼煤 当地也是一种鱼煤 这个鱼煤烧纸 烟的很多 这个鱼煤烧纸 鱼煤烧纸 烟以后 他就在这个煤里面 大量的产生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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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个没有烧完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炭灵的威力啊 就出来了 出来了 就在这个煤里面 就乱窜一些 乱窜一些 就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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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他在这个 扶腾的右边啊 他大量的这个 炭的维力啊 就伸出进去 伸出进去以后啊 哎 在这个 在这个 柏灵里面 少数有个秦始啊 应该说是一种 确定 就少数了一种 爱业的秦 啊 他能以后是个 爱业的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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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秦的不漂亮 就像我们呢 这个 这个 过端午节的时候啊 家家户户 用个长途一样 长途一样 哎 这种爱业的秦呢 这个不大好 这个爱业的秦呢 比列摇啊 插圆了 插圆啊 但是他就是一种 就证就证的颜色 这个就是 金爱业的秦 那爱业的秦 就是绿里头啊 发一些灰克色 也发一些灰克色 但是呢 稍微通缔一致 这个耀朱姚啊 他以改为 他的国画程度非常高 国画程度非常好啊 看右面呢 很温润 那个 在宋寨里头 很明亮 这个明亮啊 这个颜色以生命啊 他的一种老秦的感觉 这个又是一种老秦的感觉 这种老秦的感觉啊 正好符合于 黄河流域的人民啊 这种审美疲惯 而且在战乱纷飞的宋朝 在战乱纷飞的宋朝啊 人们没有形式去看了些 华里古少的那种 颜色俏丽的那种 那种 就这种 深层 老邦 啊 这种像艾叶琴一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情景啊 很符合于 这个黄河文明的这个文化呢 人数字的需要 所以大量的爱也发展起来 很得到大家的喜欢 而且再加上家里无美 那家里无美 所以呢 这个耀朱雅很快就北方大地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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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了 北方大地啊 学习耀朱雅的工艺啊 从陕西 到河南 爱也要到 到山西 很快就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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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啊 在民间啊 就传出一句话 就 刘月十五下一点 刘月十五下一点 啊 下雨点啊 是 是 东西 六月十五下雨点啊 啊 六月十五下雨点啊 六月十五下雨点啊 进入一定的丰生 要知道 要再说iness 买大 要改善生活 这个习惯啊 从幅上又来啊 以此啊 有时呢 现在我们农舱啊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到了粮食丰收以后,大家夫妇就要带成品去买碗 更换餐具,更换餐具,让大家吃得比较好 所以这样呢,要这样就出现了它一个红色的特点 那么要这样的几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胎仪比较织密 它是一种灰胎,是当地生产的一种灰胎 是北方的赤身高冰虫这种灰胎 这种灰胎的程序稳定性比较好 程序稳定性比较好 程序稳定性比较好,它才可以做的比较薄 可以说是做的比较薄,但是呢 它又可以做的精巧,但是也可以做的大气 所以它的胎仪是比较致密的,比较坚硬的 就是小曲的声音非常好听 所以要这样的一时期,各位朋友你们在 说成药州的时候,你们拿那个指头来弹一弹 那个声音就比较清脆 极少说,极少说,大罐子就大了,少就不太好 有些的药州啊,仿着啊,非常的泛滥 这个药州地区啊,从那个七十年代开始就仿着 现在还在仿,仿着啊,这个满天天也不是 所以大家对我们持对啊,你们要看啊,感觉特别了 这种药州地区的胎,它是一种灰水的胎 这种灰水的胎是很致密的,很致密的 因为往往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那个 有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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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的 有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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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一点 这个,这个是很药木的,轻易的一种胎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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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